1940年7月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战 拉开帷幕 数千架战斗机和轰炸机 在英国上空 在英吉利海峡上空 进行了殊死搏斗 实称不列颠之战 但是这场战争的主角只有飞机吗 不是 还有一些很少有人觉察的小不点 漂浮于海面之上 它们长这个样子 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个浮标 但是打开之后却内藏玄机 在这个接近方形的浮标下面 是一个面积大约有4平米的居住空间 左右各大一个双层床 因此可以舒服的住下4个人 既然要舒服 生活物资一定是不能少的吗 咱们来看看它都准备了哪些呢 首先就是可以更换的干衣服和干鞋子 其次6条干净的毛巾 足够吃喝4天的干粮和饮用水 甚至还有一瓶白蓝地 6瓶苏打水和一些香烟 不是说好了在秘密的公共空间里面 是不能吸烟的吗 可以爬到外面去 站到全海景的露台上享受 当然你觉得这就完了吗 没有啊 抽屉里面还放着一些棋牌游戏 可以帮你打发无聊的时间 台面上还放着一台最新款的收音机 可以帮你实时地掌握外界的动态 酒精灯 没有炉 蓄电池 医疗包 也一个都不少 总之在这里住上4天 你是真没有理由给擦屏的 所以它究竟是个啥 它其实是德国空军 未雨绸缪的一样东西 叫做救援浮标 目的是让那些在英国上空受了伤 飞回欧洲大陆的战机 迫降到英基里海峡后 给落难的飞行员 一个临时的庇护所 因为早期那种 穿着救生衣 飘在海面上等救援的方式 实在是救不回来几个飞行员的 泡在冰冷的海水当中 人很快就会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去了 培养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 实在是很不容易 自然就要想尽一切办法 帮助他们活着等到救援 像这样的救援浮标 被大量部署在英基里海峡的海面上 通过一根带有明显视觉标识的缆绳 锚定到海底 缆绳较长 因此可以允许浮标 顺着水流的方向漂浮 给飞行员指出一个 更容易到达庇护所的 上游的降落位置了 2.5米高的上层仓室外 有一盏明亮的信号灯 有10枚照明弹 还有一支备有20发红色 10发白色 10发烟雾弹和10发降落伞照明弹的信号枪 并在四面都涂上了显眼的红十字 当某个浮标被占用 落难的飞行员就可以在顶上升起一个 红黄相间的条纹旗 这样定期巡逻的搜救艇就知道 有活干了 把人接走之后 再将里面的物资重新补充集权 等待下一批房客 可你说 他的房客会总是德国人吗 也不一定 迫降的英国飞行员看到这么个好东西 没理由不占用他 只是 到底是被送回到基地 还是送到战斧营呢 就看是谁的救援船 先到达这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